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說著韋小寶說要跟吳應雄輸倒 看看哪個馬跑得快 吳應雄說 韋都統的大院良馬 我們雲南的馬仔 哪都比得上啊 不用比賽了 當然是我們輸了 韋小寶見到黃俊寶氣固固 一點都不服氣的樣子 他就說 額父爺肯認輸而已 黃副長就不認輸 那我拿一萬兩銀出來 額父爺也拿一萬兩銀出來 等一會兒 我們就去城外比賽 哪個贏了六場了 以後他就不用比了 你說好不好 吳應雄想再推 突然心念一動 他想 這個年輕年少好聲 我就故意輸一萬兩銀給他 等他高興下才行 就笑著說 好 一如敢說 偉大人 你如果輸了 不准生氣的 魏小寶笑著說 贏要夠威 輸要光彩 哪有輸了會生氣的呢 一睜眼 看到黃俊寶雙眼裡 流露出歡喜的神情 他想 哎呀 看到黃副長的神情 似乎很有把握 難道他這些黑衣馬真是很有強力的呢 不行不行 非作弊搞鬼不可 他生平賭錢最喜歡作弊 硬見這場賽馬未必實贏 當堂就想要搞鬼了 我心想 今天賽馬已經來不及做手腳了 他就說 既然要倒立 我要去好好挑選十匹馬才行 明天才比賽 好不好 吳應雄是決心要輸的 何時比賽都沒問題 就答應了他 魏小寶在鴨父府喝酒看戲 不再提賽馬的事 到了旁晚 他請吳應雄帶張勇 黃俊寶 孫思克三人去自己家裡喝酒 吳應雄很寬理地答應了他 一行人 就魏小寶的白作苦 坐定之後獻了茶 魏小寶說 小培勒兄弟安排一下 吳應雄笑著說 大家自己人不用客氣了 魏小寶說 貴客家臨不能夠太寒酸的嘛 各位隨便坐下 他來到後堂 吩咐總管準備酒席棄班 跟著叫了府內的馬夫頭頭來 交了三百兩銀給他 就說 我的玉花蔥和其他馬呢 還在鴨父虎裡頭來 你現在去牽回來啦 順便請鴨父虎裡頭那群馬夫喝酒 喝了他們每個都一塊雲就對了 那個馬夫頭頭認了 魏小寶又說 對了 你說給那些什麼東西那些馬吃 吃了那些馬就身皮腳軟 沒有力跑路的呢 不過就不能夠毒死那些馬的 馬夫頭頭說 不知爵爺要怎樣呢 小人盡力去做就是啦 跟你講明都不怕啦 鴨父有一批馬 剛剛在雲南運來的 他是誇壞那些馬長力極之好 不過千萬不要讓鴨父虎的馬夫知道 那這套三馬兩銀你拿去請客啦 喝酒倒錢嫖老舉 什麼東西有人都做了 搞得他們溫天黑地 這樣才落仰 爵爺亡安 失定的 小人去買幾十斤巴豆 拌在豆料裡面 餵給吳父的馬吃 等他們一匹匹馬 我一萬難屎 明天比賽上來 胡桂都跑贏他們啦 那魏小寶跟著就出去陪吳應雄他們喝酒啦 他就陪吳應雄他們回去之後 黃俊寶又去看下那些馬 看出破綻 所以就恩勤接待 慢地勸酒 趙良東的酒量極大 現在一直跟黃俊寶鬥酒 喝到深夜 除了魏小寶和吳應雄之外 四元武將都醉了 但是早朝之後 魏小寶入宮去侍右皇帝 漢氣笑容滿面 心情極之好啊 他說 小貴子 有個好消息說你聽 尚可喜和耿征東都奉召切飯 日內就起程來北京啦 魏小寶說 恭喜皇上 尚耿義凡奉召 吳三貴的老爺呢 一隻手掌就拍不到手啦 姑掌難明 是是姑掌難明 我們呢就打到他落花流水 如果他也奉召切飯呢 這樣啊 這樣也好到極了 他來到北京 皇上要搓圓他 他就不敢扁 皇上要搓圓他呢 他就怎樣都圓不起來了 你到時都明白這個道理 到那個時候啊 他就好像交龍困在沙灘裡 這叫做虎諾平洋 魏小寶剛剛講的那些說 伸一伸的舌頭 在紫額頭打了一下 漢氣嚇嚇大笑 他說 這叫做虎諾平洋 被你欺負 那個時候啊 莫說他不敢得罪我 連你都不敢得罪啊 那不是 那就夠過癮啦 康氣說 適見揚州 忠烈池的文章 我已經做好了 叫漢林學士寫了 你又帶去揚州 刻在碑上面 那選個好日 你就起程啦 是 如果三藩都奉趙切飯 那這座忠烈池還起不起啊 都不知道吳三貴 奉不奉趙而已 還有 包揚忠烈是件好事 就算吳三貴不造反 忠烈池都要起的 是 那為小寶和皇帝 聊天的時候 講去見寧公主 請求近見 可見眼睛頭 吩咐太監 立刻宣見寧公主 進來見面 康熙的慶智極之好 詳細地問 為小寶羅薩國的風土人物 當時火槍手是怎麼造反 蘇菲亞公主是怎麼平亂 大小沙皇怎麼並立 談了一輪 公主來到尚書房 一見面 公主就伏在康熙腳邊 抱著她的腳 放聲大哭 她說 皇帝哥哥 我以後在皇宮陪著你 我不回去了 康熙摸摸摸她的頭髮 問公主說 做什麼 額腐欺負你 給她錢 她做膽 她都不敢 她 她 她 說說 講一講一講 又哭起來了 康熙的心想 你陷了她 使得她做不成你丈夫 是你自作自受 就安慰公主幾句 她說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你陪我吃飯吧 皇帝吃飯並沒有定時 完全是看她喜歡的 隨時隨刻就開飯 御膳房太監開了御膳 衛小寶在一邊侍候 他雖然值得皇帝寵愛 不過也不能夠陪皇帝飲食 康熙想了他十幾碟送菜 吩咐太監送到他府中 回去做食 公主喝了幾杯酒 臉紅紅 雙眼水汪汪的 向著衛小寶喵喵喵喵喵喵 在皇帝面前 衛小寶一點都不敢無禮 眼光始終不跟公主接觸 心就變變碰碰碰碰 慢慢跳 公主忽然說 小廢子, 替我裝飯吧 講完 把空飯碗帶到她面前 康熙笑著說 你的飯量多好 公主說 見到皇帝哥哥 我飯都吃多了 衛小寶裝完飯 雙手公公敬見地捧著 放在公主面前 公主左手垂低 出行力在衛小寶大腿撕了一下 衛小寶痛了 不過不敢出聲 連面上的笑容一點都不敢笑 只是未免笑得尷尬 不過無可如何 在深酸大陸她說 你這臭女兒 看我何時不出來撕回來 我心還未鬧完 頭忽然向後一躺 原來公主伸手在她背後 拉著她的邊出來 現在躺 這一下被康熙看見了 康熙微笑說 公主嫁的人還是這麼橫皮的 公主指著衛小寶笑著說 是她而已 是她 哇 衛小寶的心 都不知道多慌 不知道公主會說出什麼話來 幸好公主 喀喀喀喀笑了幾聲 她就說 皇帝哥哥 你的名聲越來越好 我在宮外本來是不知道的 這次去雲南一路來回 聽見你百姓都說 你做皇帝 普天老百姓的日子 過得真是好 就是連這個東西 一邊說 一邊向衛小寶白了眼 官益越造越大了 將你的妹妹就越來越混濁 而康熙本來心情極之好 見寧公主這幾句恭維 又恰到好處 就笑著說 你是淒憑富貴 吳應雄父子兩個 如是好好的聽話切凡 天下太平 我答應升她的官就是了 公主扁一扁一嘴說 你升不升吳應雄的官 不關我事 我要你升我的官 你做什麼官呢 小桂枝說 羅薩谷的公主 做什麼攝政女王 你就封我做大元帥 派我打翻幫 哈哈哈哈 女仔怎麼做大元帥啊 從前范梨花 蛇太君 木桂英 誰不是拿著印 做大元帥的 怎麼他們就行 我就不行 你說我武藝不行 喏 我們就來比賽一下 說完 笑嘻嘻地站起來 康熙笑著說 你不肯讀書 跟小桂枝一樣地沒有學文 就只會做大戲的戲文 前朝女仔做元帥是有的 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妹 平陽公主 幫助唐太宗打平天下 她做元帥 統帥的一支軍隊就叫做梁子軍 他駐兵的關口就叫做梁子軍 真是很厲害的 那就是了 皇帝哥哥啊 你做皇帝比李世民 我呢就學平陽公主 小桂枝 你學誰啊 學高力善呢 還是魏忠賢啊 康熙哈哈 大少一美那麼拎頭 他說 又來亂講了 小桂枝這個太監是假的嘛 還有高力士魏忠賢都是分軍手下的太監 你這樣說不就是罵我 公主笑著說 對不起啊皇帝哥哥 你不要怪我啊 我不會的嘛 他想著小桂枝這個太監是假的 這句話 瞄了魏小寶一眼 心不由得春意蕩漾 他說 好了 我去叩見太后了 康熙疾了疾 他想假太后已經換回真太后了 連她母親已經逃跑了 不過他一直很痛愛這個妹妹 不忍心令她難堪 就說 太后這幾天身子很不舒服 你不要去煩她老人家了 去慈年宮外面叩頭請安就是了 公主應了他就說 皇帝哥哥 我現在去慈年宮 等等再來跟你聊天 小桂枝你陪我去吧 慈小寶不敢認他 康熙向他打個眼色 以示叫他切罰之攔住公主 不要讓他見到太后 慈小寶會議 鴨頭領了紙 就陪公主去慈年宮 慈小寶就祝福小太監 趕著慈年宮通報 果然太后吩咐下來 身子不舒服 不用叩見了 公主又不見到母親很久 心裡很掛著她 就說 太后身子不舒服 我更加要看看她 說完就直到太后間寢殿 那幫太監工女 誰敢攔她 慈小寶著急 她說 殿下殿下 太后她老人家冷了 不吹風 公主說 我慢慢進門 一些風都不帶進去 推開沉墊的門 只見羅障低垂 太后躺在床上 四名宮女站在床前 公主低聲說 太后 女兒扣頭 說完跪下 輕輕扣了幾個頭 只聽見太后在羅障裡面 吼了幾聲 公主走到床邊 正想伸手掀羅障 一名宮女說 殿下 太后吩咐誰都不要驚動太后 公主睹頭 在羅障樹掀開一條縫望進去 只見太后臉向裡面 似乎睡得很軟 公主小聲叫 太后 太后 太后沒有回應她 公主沒有法子 為了放下羅障 我靜靜退出來 我心裡酸 忍不住哭了 為小寶 見她沒有看穿真相 安心了 就勸她說 公主住在北京來 時時進宮來請安都行 太后好 太后好之後再來慈寧宮 公主覺得有道理 就抹乾淨眼淚 她說 我以前住那裡不知怎麽 為小寶笑著 為小寶笑嘻嘻嘻地站在門外不肯進來 就紅著臉說 死太監 你怎麽不進來 為小寶笑著說 我這個太監是假的 公主的沉墊不能進去 公主一手扭著她的耳朵 她滴水出來 兩個人才在寢宮裡出來 公主滿臉眉開眼笑 她說 皇上吩咐你說 羅薩哥公主的事我聽 為何還沒說完就要走呢 為小寶說 老財 老財 下次再說你聽吧 公主的喀喀聲那麽小 一反手 啪一聲 打著她的巴 見寧宮的太監 宮女都是舊時那幫人 一向你知道公主又嬌又蠻的脾氣 見她出手打人的心想了 公主嫁了人 那些脾氣又一點都沒有改到 廢伯祝是皇上最寵愛的大臣 她居然一伸手就打 那兩個人回到尚書房向康熙告辭 當時天已經是傍晚了 見到康熙對著桌上一張大地圖 正在形神思索 公主說 皇帝哥哥 太后身子不舒服 見她不到 過幾天我再來叩頭請安 康熙眼睹頭說 下次等她全見你再來 說完 右手指指地圖問 偉小寶說 你們在貴州入雲南 不過在廣西出來 哪條路容易走些 原來她在這裡參詳雲南的地形 偉小寶說 雲南的山很高的 無論是貴州去也好 或是廣西去也好 都很難走的 多數山路不能走車 公主就坐招 奴才就騎馬了 康熙眼睹頭 忽然間想起一件事 她就吩咐太監說 全兵部車架私囊中來 她轉頭對公主說 你回家了 出來了一整天了 額戶在這裡等你 公主扁一扁一嘴說 她才不等我 她其實有心等了 偉小寶一起出宮 一路說多幾句話 都是好的 現在聽見皇帝全見大臣 有國事諮詢 她就說 皇帝哥哥 都這麼晚了 你還要操心國家大使 從前父皇就沒有你這麼勤勞政務 康熙心一酸 想起父皇孤零零 在五台山出家 她就說 父皇聰明睿智 他辦一個時辰的事 我三個時辰都辦不完 我聽大家都說 皇帝哥哥是天眾英明 礦古小友 大家不敢說你比父皇 就說是中國幾千年來 小友的好皇帝 中國歷來的好皇帝就多了 我講說姚信與湯文武 三代以下 漢文帝 漢光武 唐太宗的名主真是令人羨慕 公主見到康熙說話的時候 仍然是目不轉睛地看著地圖 就不敢多說了 他向韋小寶飛了眼 用手指向韋小寶指一指 又指一指自己 意思是要視線路的話 要時時來看看自己 魏小寶來和他們說一看 然後供將康熙行禮 告辭外出去了 過了一陣 康熙就擔心高了 他就說 我們做那些大炮怕重那頭大那頭 在山路不容易拖拉 魏小寶才明白康熙要運大炮去雲南打吾三鬼 他就說 是啊,路途真是糊塗了 沒有想到這一層 最好呢 是做多些小炮 兩匹馬都拉得動的 入雲南就方便得多了 康熙說 山地會戰 不能夠千軍萬馬一起衝殺 步兵比馬兵更加緊要 過了沒多久 兵部車架師三名滿族郎中 一名漢族郎中一起來到 叩見完了 康熙問他們的馬匹準備得怎麼樣 兵部車架師是主觀翼帝和馬匹的事 馬上詳細報告 說已經在西域和蒙古買了多少馬匹 在關外又運到多少馬匹 目前總共有八萬五千多筆糧 正如繼續構思自養 康熙聽了很歡喜 加上了幾句 四名郎中就構頭謝恩 各位 欲之後事如何 賺聽下午會分解 將唷 看起來